时间来到早上6点48分了 今天新闻早点看有哪四大重点 赶快带您一起来关心 我们首先要聚焦是国际上的这一起重大的意外 发生地点在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市中心附近 4号发生了大爆炸 黎巴嫩当局表示爆炸至少造成50人死亡 2700人受伤 目前初步研判可能是放置在港区仓库的爆裂物 导致这起爆炸意外 总理迪亚布泽宣布 全国今天举国哀悼一天 并表示将对造成这起灾难意外的人进行究责 接下来要聚焦的是在美国 美国的总统川普三号的时候在白宫表示 同意包括微软在内的美国公司买下国际版抖音 但交易如果破局将会在9月15号予以禁用 另外川普还要求交易金额很大的比率 必须上缴国库 他说因为没有他的话 这件交易就不会成功 所以对此呢抖音的母公司字节跳动的老板 昨天则是发出内部信给员工 指出强买抖音不是美国的目的 他们真正的目标是要全面风景 关注爱吃日本料理的观众 恐怕未来又少了一个用餐的去处了 在去年11月呢 才卷土重来的冲绳通膛拉面居酒屋 历经短短9个月的时间再度宣布要停业了 业者宣布呢将在8月23号结束营业 随着消息一出许多的粉丝也感到十分的可惜 那么接下来关心的是您我的健康 为了吸引更多的民众购买呢 许多的食品品名呢 都会冠上健康两个字来标榜 产品是有益健康的 但卫福部的食药署昨天公告 除了取得小绿人标章的健康食品之外 一般的食品品名未来都不得使用健康两个字 心智呢会从2022年的7月1号正式上路 而接下来要关注六月国旅复苏 开始一直到暑假期间 大家应该都很有感 因为呢国道5号可以说是天天都会塞车 有民众就抱怨了 是因为高工局先前禁止小客车行驶 投诚交流道前两公里的路间 痛批这个根本是在变相惩罚宜兰人